很多上班族的困擾 为了买菜很不方便 线上购物 一直搞定一桌菜 既简单又方便 做出卫生干煎鲑鱼 店煮红洗菇 嗨 大家好 我是米哲 我没有新的企划了哦 一直搞定一桌菜 很多上班族的困擾 就是因为他们时间太少 去买菜 早上的菜市场又没有办法去 老板又要叫我加班 隔天要怎么煮给小朋友吃 或是假日要怎么煮 今天推荐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就是线上购物的APP 快下班永远 说我也要去厕所一下 然后选一下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是不是很方便呢 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用这种方式 来购物 其实我们就是像这样 打开你要的那个购物APP 我们就可以开始询问 我们今天想要选用的食材 我们就是来煮一个日式的 因为平常时就煮那种 比较台式的啊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来煮一个日式 我想要吃海鲜 太久没有吃鱼了 鲑鱼 有时候像这种APP啊 搜寻也很方便 你要确定你在厕所有这么多时间 有啦 有啦 很多时间 诶 我是要有一点蔬菜 因为现在的红旗菇啊 或是那种美白菇啊 都很方便 一包就刚好一餐或两餐就搞定 好 购物车买一包 买一个餐好啊 日式的元素 味噌 还可以煮味噌 或是其他的味噌料理 OK 那我们就加入购物车吧 我们待会就是等着收我们的食材 OK 那我们的食材也送到了 主食是鲑鱼嘛 我今天就是做一个 味噌干煎鲑鱼哦 这味噌呢 我们就是取大概一汤匙的量 清酒 清酒跟米酒都可以啦 味淋 先调匀 来 这边调匀了之后 均匀的抹在鲑鱼上面 这个比较做日式的手法 我们因为是家庭版 我们快速 所以我就直接抹在鲑鱼肉上面 那我们就让它腌制了10分钟 OK 那我们另外一个食材就是我们的红旗菇啦 想要做一个电煮红旗菇 在日式的家常菜来讲的话 电煮是很常见的 很简单你只要准备酱油 当然我今天是用的是柴鱼酱油 提升一个更加的风味 糖加进去 把它煮到最后收汁 它的汤汁很少的情况之下 包覆了一层层浓稠的一个酱汁的感觉 接着呢我们就加入适当的水 就让它慢慢的烧哦 煮到最后浓缩 浓缩到最后 包覆外层酱汁的感觉 它外层已经包覆了一层酱汁扒上去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关火了 白芝麻 麻油或香油都可以 让它增加一点香气 最后呢我们下一点点葱花 接着我们就把它盛盘 OK 那我们的鲑鱼腌了10分钟 鲑鲑鱼因为我们有腌了味噌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来我们锅内加少许的油 那煎鲑鱼的结果下呢就是 先让皮朝下 把它切为小火 那先不要去动它 熟成的程度 因为我们有用味噌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很容易上色很容易焦 它鱼肉慢慢已经 从底层开始熟成了 熟成到快要三分之一 一阶段的时候还有一个动作 我们会加适量的水 然后盖上锅盖 就是用焖烧的动作 让鱼肉焖熟它 还有一个东西还蛮适合 就是酒 因为酒又可以去腥 清酒啊或是米酒 也蛮适合去做 那我们熟成差不多 我们先加少许的水吧 那加的时候要小心哦 因为毕竟里面还有一些油 盖上锅盖 进行焖烧的动作 我们就开小火 我们让它焖个三分钟 OK 那我们经过三分钟的焖烧之后 现在呈现的感觉就是 已经快要熟了 那我们为了要让上面煎上色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鱼肉的部分 再做一个煎上色的动作 是不是煎了就很漂亮 其实要善用你的果感 然后以及你的水分 那这样保水度也够 它的熟成也很快 肉的部分再把它煎上色 那待会就可以起锅了哦 好 那我们就很快速的 既简单又方便做出这 简单的料理 如果未来你们还有什么样的 相关的食材怎么去处理 然后怎么去操作 欢迎在我们的下方留言 那我是米泽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